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是赵娘子开的啊 她还真行 你既然痛恨黄尘司 就应该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 若你如实招来的话 我暂且可以放你一把 但是如果你巧言吝啬刻意赢了 我敢保证不除三人 我会让前堂的每一个大小百姓 都对你的陈年旧事如数佳臣 算了日子 她这会儿应该已经到东京了吧 您是不是还挺挂起她的 她现在估计已经成为炭花娘子了 我挂起她干什么 是 卑职心里呢 倒是明白您为什么挂起来 只怕您自己心里不明白 你之前在秀州当武官的时候 前堂军礼有没有收拾的人 有 去找两个文婆的人 看住这里跟她的老宅子 还有 打探一下孙三娘的前夫 和她儿子的行错 您放心 卑职啊 一定披荆斩棘赴堂蹈火 把这事办得妥妥的 不过 让肖相公的管家发话 岂不是更方便 我信不过肖家 你给我记住了 我跟肖相公 永远都不可能是同一路人 上次我是因为迫不得已 所以才请她帮忙 之后也只不过 会是萍水之脚 如果你想通过我 去攀附肖家的话 就怕你的如意酸盘回落空 为什么呀 你舍不得吗 那这样好不好 我帮你引荐给肖家 不用不用 我哪都不去 我就跟着您 我又不傻 您连这么好的靠山 您都不靠 那肯定有问题 而且我以前就经常听说 这个肖相公的名声可不太好 老斌祥瑞 奉承官家大兴土木 这种事就不用说了 而且啊 她还拍皇后娘娘的马屁 欺上瞒下排除异己 还联合那个后的 去对付那个老科相 说这种坚持有什么可跟的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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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